HELLO 大家好我是波提 繼上一部影片已經介紹了六冰川烏拉夫後呢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六刺客 鵝鋼鐵鵝沙漠 那此陣型的主要Carryway是夜曲 卡麗絲跟傑 在影片開始前記得先幫我按一下訂閱喔 那夜曲是一位不需要魔量 只需要靠普攻擊被動技回血的英雄 所以讓他臭上鋼鐵石的JILL呢 擁有無敵免疫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變態 這也是他雖然為一個三費卡的英雄 卻能成為六刺客Carryway的原因 而且呢就因為他是為三費卡的英雄 也比較好追三星 你也可以把他想成就是C1雷格爾的那個概念 只是羈絆和技能不同而已 這邊其實我覺得加羅可能會比鞋龜好一點點吧 但是考慮到五人口的時候 我可能會上三法師過度 所以就先把裝備給吸鞋龜好了 感覺我這邊是可以升的耶 多放一個加羅上去 好像比較好一點 好吧我都算了 反正有贏就好了 那命運使者跟獵使者 目前算是前期基板的一個首選 因為掠食者其實在PB的時候原本是20%血量以下斬殺嘛 現在變成了25%了 瞬間變得強勢很多 嗯 為了20元的力氣 只好人頭先把加羅給賣掉了 選秀這邊的話 我會先拿刺客官用的裝備 也就是無盡之刃的配件 反正啊 大劍就是多拿一點 比較沒有煩惱 25這邊插四隻眼就可以升級了 又不會影響力氣 所以我就會選擇 升等上個三法師提升一下陣容的強度 前期插三遍 在墦盾也是1 Hart 後來我會利用頭的佈一定說 再用禮蓋 初kalen 其實通常我六等不太會刷新卡牌了 不過因為現在已經四連勝了 所以就會小小刷新提升一下陣容 寶蓮勝 那因為現在名次比較前面 所以這邊已經選不到自己會想要的裝備了 我就會乾脆挑高費卡的先拿 這邊我們差一點點就能升清等了又有連勝 感覺是可以提前升等的 多加個刺客機板收個連勝 欸唷 它這個血尾也太秀 直接把我連勝給斷了 欸 熱鏡牌也太舒服 我把一次來兩張結 也太扯 這樣我提前升等 好像也沒那麼虧囉 爽爽的 欸不是 自從那個結來了之後 我只要一大堆前刷牌 卻連椅子刺客都沒有 是我運氣被結炸乾了 是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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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直接拿到一個免費的櫃 是想補償我剛剛刷了一堆空氣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沒問題 我願意原諒你 要不要再把這個水煮開 我可以在這裡也要把水煮開 要不要再煮一片 再加一片水煮開 有些水煮開 有些水煮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對了 現在新版本的棋盤從三排改為四排了 所以刺客基本上是不太會有以前跳不進後排的問題 不過還是要看對方的擺位下去做調整啦 那我會抓納米主要是因為這場有蠻多法師的 所以保險起見先抓起來 反正現在錢多嘛 以後起還是可以再看一下對面的組合 稍微應對一下會比較好 按摩 卡麗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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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版超強勢的一個英雄 因為他魔力只需要40就能夠發動技能了 而且他的技能是潛行至血量最低的目標 然後造成暴擊傷害又再獲得魔力 所以如果說你搭配大天使的話 普攻一下就能夠觸發技能了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再裝上無盡或是嗜血者就更OP了 不過因為我這場是想要測試一下夜取的威力 所以就沒有把裝備給卡麗絲了 再裝上很快 我也想要用一下 然後再裏把裝備給卡麗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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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覺還行還行 六次客就是在體驗那種秒人的快感的 看到暴擊來把人家變不見就是舒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耐心收看 那今天的影片是走一個比較輕鬆 然後分享陣容的類型 因為說真的每部影片都要非常詳細的教學 是比較花時間的 也不見得大家都可以快速吸收 所以在機分開放前 大家也可以多多嘗試幾個陣容喔 還有因為我的影片都是自己剪接居多 要開實況還有上台北跑通告 街陪玩那些的變成 我可能測試出哪個陣容很不錯用 但都要等到可能五到七天左右 才能夠發影片跟大家分享 這點是真的蠻可惜的 目前還在想辦法調整 然後大家如果有什麼建議 也都可以跟我說 或是多分享幾個覺得不錯用的陣容給我喔 還有記得要追蹤一下我的IG 並且按讚追蹤一下我的FB粉專 謝謝你們囉 掰掰